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859集 造反 袁雄 不 袁公 许清安笑眯眯的审视着脸色发白 不停挣扎的袁雄 听说袁公呕心沥血 裂了卫公十大罪 将大羹人衙门的腐败分子押入大牢 肃清大羹人风气 对揭露卫公这个误国罪臣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雄从他眼里看到了森然的杀意 许清安 本官乃朝廷命官 整三平大员 你不能杀我 见许清安目光依旧冷冽 他审视多事 迅速的转变态度哀求道 是陛下强迫我做的 我没有选择 为人臣辞如何拒绝 我真的没得选 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 原谅我续清安 原谅我好不好 天色漆黑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寒风吹得袁雄浑身冰凉 心里也一片冰凉 你现在立刻离京 本官 本官替你拖延时间 晚了 下面那些狗东西就会举报你 城门一关你就出不去了 他不愿放弃求生的机会 只是想先卑躬屈膝地躲过一劫 回头再通知陛下 诛杀次聊 原谅你是卫功的事 我的任务是送你去见他 许清安松开手 原雄仰面栽倒 从七楼脊椎而下 碰的一声传来 他仰面 双目暴徒 死死地望着天空 当场身亡 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打羹人 瞠目结舌 许宁言他 他 他是要造反啊 一位三品大员 说杀就杀 这是真正的大人物 位列诸公之一 早他们养的 看不惯他们了 杀得好 有人压低声音 销声地发泄了一句 短暂的沉默后 杀得好 打羹人是卫功的打羹人 他元雄是什么东西 朱家父子背叛衙门 早被革职了 呸 杀得好 自昨日开始的压抑 至此尽数宣泄 徐宁言还是那个徐宁言 无法无天 他回来了 一切怨愤和不甘 都将烟消云散 徐清安返回茶室 这里的陈舍一如既往 只是再也不会有一袭 轻衣坐在桌边 目光温和地等待着他 翻开茶杯 茶壶里的水 竟然还是热的 想来是元雄陈启是命人烧的 徐清安清到茶壶 倒了两杯水 敏一口 摇着头说道 喝茶无趣 这儿我要喝酒 为公 你觉得呢 对面空空荡荡 茶室安静无人应答 他取出地数碎片 从中倒出一坛早就准备好的美酒 排开泥风 聚谈畅饮 第一口豪迈甘云 第二口就喝得慢了 小口小口地喝着 很快就喝去了大半 徐清安一边喝 一边碎碎念着往事 他渐渐有几分醉眼朦胧 小汉儿为大醉 人生至惊 恍惚间 徐清安好像看到一位 亮柄斑白的情依 坐在对面 双眼蕴含着 岁月沉淀出的沧桑 温和地望向自己 为公 被指为你高歌一曲 你一直想听 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他拎着酒坛 缓步走到撂望台 此时尘封凄厉 迎面扑来 他回忆着往事 他病之如箭 疲逆京城 声音陡然把高 接着他缓缓扭头 望向皇宫 望向后宫 声音温柔 人世间有百眉千红 我多爱爱你那一种 伤心出别事路 有谁不同 多少年恩爱 匆匆葬送 我心中 你最终 悲欢公 生死痛 你用柔情刻骨 还我好情天踪 我心中 我心中 你最终 我心中 我的泪 像天宠 来世也当成熊 贵去歸阳 贵去歇阳 正农 归去歇阳 正农 他举坛一饮而尽 徐清安把酒坛抛下高楼 回身看向那席轻衣 大笑道 魏公 被纸唱得如何 二盘似乎想起那个温和的丧音 甚好 徐清安哈哈大笑 泪水却夺狂而出 不敢再看那边 两腔着离开茶室 死去温和 踏碎灵霄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金鸾点 元景帝高坐龙椅 标情肃穆的俯瞰殿内助攻 他目光扫过某一个空位 沉声说道 元爱卿为何还没到 元雄并没有请假 朝会竟然缺席按照大凤律法 朝会迟到缺席法凤三月吃十五 十五个板子下去文若书生就真的在床上趴十天半个月了 元景帝倒不是因为元雄缺席而生气 只是接下来他还需要元雄这个冲锋陷阵的马前足 随着时间推移 元景帝已经不指望元雄了 看了一眼兵部侍郎秦元岛 元雄不在 冲锋陷阵的时候 自然是他这个黄党核心成员之一来做 当即出列 陛下 对乌神教战士 对卫元深厚事 偷延至今 不能一拖再拖 阵亡将士的家属 还等着抚恤呢 元景帝缓缓点头 秦爱情意象如何 秦元岛痛心疾首 卫元贪功冒进 不顾大局 强行攻打靖山城 抑制八万多将士牺牲 害我大风损失八万精锐 魏元 他死不足惜呀 靖山城之意后 严康两国大军兵临玉阳关 虽最后退去 但精锐一再 随时都会卷土重来 香州 荆州 豫州 情况危急 随时可能被乌神教军队攻陷 三州百姓危在旦夕 为今之计 是叛使者奔赴乌神教和谈 以弥补魏元造成的灾祸 至于魏元 臣死见 请陛下 示好力 武力 残忍兄弟之意 元景帝扫过诸公 悠然道 诸位 请议下如何 无人说话 有人看向了另一个孔雀的位置 那是一国首府王真文的位置 在诸公看来 王首府这是放弃了 既然首府都不再管此事 他们也不必为魏元和陛下死磕 能站在这里的人都是聪明人 这些天来的局势变化 哪里会看不出远景帝的谋划 魏元现在名声臭了 再出面为他求爵位 求中午 没有意义 还得先给他翻案 关键是 龙椅上这位不允许 屠乎奈何 至于前卫党成员 则早对远景失望 把目标转向了新朝 等新军登基 再替魏公翻案 远景帝嘴角一条 语气却很深沉 好 就按其爱情所言 话没说完 忽然听见店外传来哗然声 声浪层叠起伏连绵不绝 一片大乱 何时宣化 主公大惊 身在店内 听着外头群臣们失态的哗然声 以及坐鸟兽散的奔跑声 这让主公们意识到情况不妙 却又猜不出发生了什么 主公们带着困惑 纷纷地奔到店门口 只见下方广场 以观禽兽们亡命奔逃 四处乱窜 一袭轻疑 持刀杀上金鸾殿 他身后 浮尸一地 皆是宫中进位 主公心头巨阵 勇气荒诞不真实感 大凤开国六百年 除了那位夺位的五宗皇帝 可还有人杀入皇宫 杀上金鸾殿 没有 这一刻 即使是这个群大凤权力巅峰的文臣 广场老油条 城府手段 皆绝顶的诸功 此时 也难以用所谓的 胸有静气 来稳定自身情绪 一个个脸色大变 或惊恐 或惶恐 或绝望 或恐惧 纳西青衣 持着刀 刀柄用红绳 坠着一枚 小巧的八卦铜盘 他跨入金鸾殿的大门 在诸功仓皇必退中 朝龙椅之上的君王 支出了手里的刀 伴随着雷霆般的咆哮 狗皇帝 尝到呼啸而去 诸功脑海里 只剩一个念头 徐其安 造反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